道理越講越明白 真相越滑越清楚 這裡是《越講越有理》 聽眾朋友好 現在收聽的是希望知聲《越講越有理》 我是主持人石頭 今天再看我們節目的是時事評論員路橋女士 路橋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們來講講和華人非常關心的話題 以前在5月31日看到的一個訊息 美國國務院的官員通知了一些跟信仰有關的團體 宗教和信仰有關的團體 叫他們登記以前迫害過他們 或者已經在迫害的這些人的資料 包括他們的家人和他們自己 所以引起了很大的反響 會有什麼後果呢 就是對移民簽證 非移民簽證 好像旅遊探親商務 這些都有關係 還有提到一件事 包括綠卡的持有者 如果拿著綠卡的 在美國裏面 如果有迫害這些信仰團體 可能都會受到美國的調查 或者是出境之後不讓你入境 這真是引起了很大的風波 今天想請路橋來和我們談一談這方面的問題 美國為什麼要這樣做 以及法律基礎在哪裡 這個信息其實是透過法輪功明慧網發佈出來的 美國國務院是說給一些宗教和信仰團體 但是目前來說 我們沒有辦法拿到這些宗教和信仰團體 他們得到的消息 但是明慧網非常明確地說出了這件事 美國最新的對華人權政策是變得很重要的 你認為為什麼這一輪美國的對華政策 尤其是人權方面 變化得很重要呢? 或者我們來回顧一下 過去幾個月美國做過些什麼 或者甚至不是過去幾個月 只是過去一個月美國做些什麼 第一就是它對一些監控公司 海康威視這些在中國大陸監控人民的這些公司 傳言會將它們放入黑名單 暫時說我們沒有實際的資料他們被控 但是這個傳言應該不會是空月內峰的 跟著六四 龐佩奧我們在上次節目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他對中國很失望 中國沒有在過去30年來 是加入這個全球的民主憲政的一個這樣的國際環境 相反他們仍然是做一些迫害人權的事情 呼籲中國要將他們迫害的真相暴露出來 同時眾議院議長南斯佩洛斯 他很清楚和媒體說 他已經祝福川普要他將人權和民主 放入中美貿易談判之內 這是兩個最高的官員發出這樣的談話 與此同時 美國駐華領事館在6月4日 六四國居然在他們微博 將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就把它放出來 等人家很快去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此外 就在北京也好 在其他地方也好 他們美國駐華的 當地的領事館和大使館 在六四國是下半期的 這些那麼多的東西加起來 再加上我們以前說過蓬佩奧 他有個2018年的外獎級會議 完全是針對信仰 中共侵犯人權的東西 是開過很高層次的會議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人權的政策的改變 不是說是這兩天 或者這幾天 或者這個月議 是去年已經是有定調的了 那麼這個政策的改變 簡單一點來說就是 美國已經選擇不再沉默 不再旁觀 不再出賣了些決議案 但是沒有實際行動 他現在來說是實際的行動 實際的他要去抓人 那麼你說抓人就抓人 那麼人家給不給你抓先 你有什麼法律基礎先 那麼美國抓人都有些法律基礎 你不是說抓就抓 那麼這個在2017年 美國是抓過一個中國人的 他的名字就叫做高顏 他就是按照全球馬格尼茨基法案 這個法律呢 他是被控的 高顏 這個人是什麼來頭呢 這個人是誰呢 他是北京公安部朝陽分局的局長 他因為迫害一個人權活動人士 他叫曹順利 把曹順利抓到北京市公安局 朝陽分局裏面 結果這位曹順利在2014年死在獄中 是因為根據這件事 高顏被美國列入侵犯者的制裁名單裏面 不准他入美國 如果美國有資產也會充公 這個法律 不如你解釋一下或者說一下 這個國際馬格尼茨基人權物質法 究竟是什麼一個法律來的呢 這個法案呢 他是授權美國政府對違反人權 或者是在國外顯著腐敗的人實施制裁 比如我剛才所說的 禁止入境 凍結他們的財產 也不准他們在美國有財產的交易 這個法案就在2015年12月17日 在美國參議院通過了 已經是一個法律來的 並且在2016年的12月 將它附加在《國防授權法》裏面 成為一個法律 目前來講 全球至少有六個國家 是通過類似的法律 這點非常之重要 我差點講一下為什麼重要 此外歐盟、澳洲、法國、瑞士和荷蘭 都在審議相關的立法 他們很可能都是立同樣的法律 這位馬格尼茨基 法律是以這位人令明的 他因為揭露俄羅斯政府的腐敗 結果就和高岩迫害、曹順利一樣 在那個監守所裡面就死了 美國在2012年通過一個法例 當時來講 只是叫做馬格尼茨基問責法 針對違反人權腐敗的俄羅斯官員 不准他們入境 充公他們在美國的財產 這個法律就是2016年加了全球 即不只是俄國 全球如果有同樣的情況 一樣會根據這個法律 不准他們入境 凍結他們的財產 這個因為它已經是一個法律 隨手就可以用 美國與人權方面制裁 和凍結外國人在美國的財產 似乎不只是一條法律 好像很多條法律 美國移民和國籍法212條裡面 也都明確地禁止一些人入境 這些人就是侵犯宗教自由 或者是納粹的迫害者 或者是群體滅絕者 這些人都是明確的 所以有兩條法律 美國是可以用的 值得提的就是 其實在2014年8月 美國國會參議院也通過了一個叫5379號法案 那個法案叫做中國人權保護法 其實是差不多 但是它特別是針對中國 只是針對中國這個5379法案 情況就是 如果你是迫害人權的中共官員 入境美國的話 它就會被禁止的 它會凍結財產 另外這裡它也都特別提到 法輪功學員他們被強襲這個器官 那這件事是必須停止 因為這件事是太過恐怖 這個5379號 目前仍然是法案 它並未成為法律 但是我覺得隨著 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的應用 中國人權保護法 很可能是會成為法律 因為現在五年 一直都沒有人去推動 也都可以說得出 2014年到現在來說 美國自從川普上任之後 它是比較注重立法 在經濟 貿易 各方面 它是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問題在人權方面 暫時說 現在只是起步的 這個就是美國的法律基礎 所以有些人認為 這個只不過是講一下 或者是一時的一些行政命令 那你錯了 這是法律來的 在美國來說是法律來的 再講一下 2014年的法案 到現在都沒有辦法推動 我覺得也要看一下 美國在川普上任之前的總統 或者當時的政府 他們在人權方面 對中國採取什麼態度 很簡單講一句 就是只有一個講字 就是他們都會講的 你要推他講他就會講 然後他們會私下和當時的領導人 胡錦濤也好 江澤民也好 或者早期的習近平也好 他們說完回來 就覺得交差 他們有法律的框架 但是沒有什麼的意志去通過 就算有 譬如說 剛才我所講過的 美國國籍法 移民及國籍法 212條 它明文規定 是不准這些人入美國 但是也沒有去實行 其實我們看到前幾年的情況 不單止是美國 全球西方的國家 似乎都對人權方面 不太重視 為什麼是這種情況 最主要原因就是 中共在崛起的當中 很多人對它有很多幻想 認為它可能會變 可能跟它私下提下 以後它會變 這些幻想都是 蓬佩奧在六四談話中 講得很清楚 以為它會變 但是它沒有變 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就是利益 就是太多政治上的利益 或者是生意上的利益 或者是經濟上的利益 大家都覺得 現在回想起來 就覺得是很荒謬的 譬如說 中共它迫害人權 從六四到法輪功 到很多維權律師 到普通的訪問 到這些新疆維吾爾人 他們受到這麼大的迫害 這些人群受到這麼大的迫害 這麼多證據 他們完全知道 政府完全知道 因為這些很多的證據 都是他們自己人 或者是智庫 或者是一些國際出名的律師 第三者的客觀的報告 但是他們居然充耳不民 完全沒有處理 而因為這個自由社會 對中共人權的姑息 就令到整個學術界也好 媒體也好 很多時候都是耿若寒蟬 沒有人說話 那麼去到社區 就更加不用說了 社區裡面 中共對這些信仰團體也好 或者是民運團體也好 或者一些異議人士 那個騷擾是驚人的 驚人的? 可不可以舉個例子來聽聽 譬如法輪功來說 法輪功沒有辦法去做任何事情 而不被干擾 西藏團體也一樣 只要西藏團體 或者法輪功的地方 一定有中領館的人 一定有些 好像黑社會 或者是非常之無賴的一些人 在那裡叫囂、打人、罵人 或者是怎樣 所以整個的風氣是很可怕的 在這個全球都是差不多 所以這次美國政府採取行動 它真的要建立一個人權破壞數據庫 可以這樣說 為什麼要各個宗教團體、信仰團體 或者是被迫害團體提供這些名單 就是因為我想美國本身有一堆名單 但它需要補充 它需要更加多 或者是需要更加全面 去建立它這個數據庫 這個數據庫當然他們會核實 但是它現在已經在做這些最基層的工作 就是重新搜集 重新去核實 然後就建立這個破壞人權數據庫 這個是一個實際的行動 為什麼這麼多被迫害團體受到很大的鼓舞 是因為終於不僅僅說 是真正有行動出來了 那麼美國終於有行動出來了 那麼哪些人可能會被波及呢 尤其是現在海外的民眾 他們受到的衝擊又是什麼呢 要講清楚這個問題 我們分開三個部分 跟大家講這個問題 今天先講第一個部分 其他的內容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 希望致請越講越有理